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丁 今天官方推出的新的東西 新的內容就是 天堂的代表人物 有四位 真死王騎士 可特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是真死王騎士 再次喚醒受詛咒之邪的人是誰 白金的盔甲 白色盔甲 大家這個沒有辦法360度轉 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手上拿著火焰劍 真死王騎士的專武 這個 關頭怎麼那麼顯眼 真死王騎士 難道還有假的嗎?還有普通的 真死王騎士 然後他有一個卡片 這個卡片看起來是一個紅便 然後是一個近戰類的一個紅便 因為他只有刀子的圖案 然後背景是紅色的 白色很帥 鹽漿喔 旁邊只是鹽漿 打敗巨龍的偉大英雄 但是龍的詛咒讓英雄走向兜落 帶著刺熱的入火 從死亡歸來的英雄 現在開始 成為對所有生命 重駕仇恩的死亡 這個除人帥 關西式 讚喔 然後他還有裝組技能地獄火 地獄之火 技能特效 砰砰砰砰 砰 所以在W這款遊戲 找不到他們的一個 變身都會有一些技能可以使用 你看這個是打怪喔 這不是打玩家喔 所以他是玩家變身的一個死亡騎士 他可以用 地獄之火的一個技能 給予周遭敵人大量的傷害值 大範圍的一個技能 所以如果你有 你有這個變身 在練功上面應該就只可以練很快喔 因為有一個範圍攻擊可以用 不過冷卻時間不到多久喔 接下來是我們的第二位 克特 克特是 訪王可恩的走路騎士喔 屬於訪派的阿 不過在遊戲裡面大家都一樣阿 我們都可以用他們來 來玩遊戲阿 你看這個抖動 這個克特 抖動 抖動 怪怪的啦 有嘴有嘴 呵呵呵 欸這個模型是不是怪怪的 呵呵呵 看起來就很好笑欸 接下來是他們的畫作 你看這個腳 你看看了一下這個腳 克特的腳 是不是越來越誇張阿 在PC版阿 或者是天當M裡面阿 克特的一個頭盔的腳 原本是沒有那麼長阿 你看這個 W的把他的腳畫得超長 喔 阿上面這個 看起來也是沒那麼長 搞不好 而且還沒有刺刺的喔 你看這個腳 還有一些刺刺的 這版本是不是不一樣 然後 然後 他 克特也有一把專武喔 就是克特之劍 會有那個 提到洛蕾 打下來 看這個 閃電一直在那邊閃 反王 成恩的忠誠 神經制 反王成恩的忠誠 所以他 復活之後也是 可能 反王成恩的人阿 好帥喔 還有一個盾牌喔 反王 那個什麼 克特之盾 破盾 反犯軍 的盾牌吧 他有一個破盾的技能 然後 這個技能 我看起來 應該是一個抽暈阿 因為這個 怪物阿 原本在那邊打他阿 被抽暈之後 他都不會動 應該是抽暈阿 不過在這邊是寫說 給予 大量障礙值 並一定機率 賦予 黃曼的效果 可能是他的行動變化很慢吧 不過這個 黃曼的速度真的是很誇張阿 但刀石都沒有拿起來 好 克特喔 專體技能 不過他是打單體的 感覺直騎的比較好 打範圍的 接下來第三位 斯利安喔 特羅斯的守護星 弓箭手 守護星 欸 克特也是刀石的圖案圖石 欸 對 克特也是刀石的圖案 那 我們 斯利安 應該都是弓箭手的部分 你看 紅色的弓箭手 應該是類似紅便的部分 喔 弓箭手 這也是斯利安 後面有一個月亮喔 到底是 往上的時候變男生還是 白天的時候變男生 感覺是往上喔 因為大家後面有一個月亮喔 不過有一些人說往上的時候但是會變女生 會不太清楚 喔 魔法劍喔 都不用揹劍帶 好爽喔 不用揹劍石 好 月絲 精靈 特羅斯的守護星 王室的守護者 雅丁的傳說 守護者斯利安 內內跑出來了 好 他也有一個技能啦 月光雨 基本上就是一個 箭魚啊 射出去然後 範圍的一個障礙攻擊 往上面射然後 打下來 射出去然後馬上就下來了 好 這是斯利安 接下來是我們的霸風特 霸風特是 法師類型的一個變身喔 墮落的偉大智慧 以同族的靈魂作為代價 變為惡魔之人 把同族的人 當作祭品嗎 然後變成羊妹妹 霸風特超帥的啊 呃 天堂的代表人物霸風特 阿姨妹妹 然後再 欸 欸 欸 霸風特很爽喔 旁邊怎麼有一個小女生 呵呵 霸風特也怪怪的喔 他有一個 法上的圖案還有翅膀 可能是 法師類然後又可以跑快快喔 移動速度特別快的一個變身嗎 知道耶 還是法師類的都是這種圖案 太清楚了 然後他也是有一個專屬技能 寶鳳特 三個眼睛 還有帶有活完 還有一個女生 喔 寶鳳特你還沒幹 不行啦 不可以射射啦 好 他有一個 正淵地獵術 地獵術齁 好猛喔 感覺很猛 打兩下才會死 等於周遭目標遠距離的魔法傷害 並以定機率賦予疾病術效果 疾病術在天堂M裡面 還是一個扣防禦 扣攻擊力的一個技能 在這邊也有 附加教果的一個魔法感覺就很強 所以 遊戲裡面的變身應該都是有一個 專屬技能可以用的 只要是紅變 目前這邊都是紅變啦 所以 推測是紅變就會有技能可以使用 可以玩 對練功啊 對打架來講是 很有幫助的一個東西 紅變啦 所以目前大家 官方這一次就是 公開了四個紅變喔 有生死亡騎士 柯特 生死亡騎士 還有柯特 還有斯蒂安 還有霸風特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介紹的 四個代表人物喔 之後不知道會不會開放更多的代表人物出來喔 我們都拭目以待吧 好 那我們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 記得訂閱喔 掰掰 拜託